准备好咯 回教党来咯 在小小的寄篮丹里挖呀挖呀挖 挖走你的短裤 再挖走你的酒 在隔壁的灯家楼里看似分开做 Uncle要剪头发 拆不不可以搭 在上面的寄打粥里 Blackpink不能来 你要看演唱会 撒努西不给 在大大的东海岸里挖呀挖呀挖 挖到包头回教党 多多不能刮 这个就是国门回教党政府 如果你们不去投票 短裤就不见调 如果你们投国门一票 演唱会就不料 各位巴胜区的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好 小弟刚刚经过八点 吃完巴胜匪 经过看到人有一点多 所以就转去再吃第二轮的巴胜匪 现在看到人更多 小弟的肚子也越来越大力 所以不敢再吃了 所以就来到这里跟大家说一声哈喽 大家晚上好不好 好 今天小弟在这里 小弟今年三十二岁 一九九一年出生 二零零八年 雪州 好几百万进户 百二百五金服 换去明连政府 小弟读着宝贝 那时候SPM成绩很糟糕 只是想到可以换政府 可以骂人 可以反驳人 好像很爽这样 2013年 小弟二十二岁 在马来亚大学读着法律系 那时候小弟去了文东 帮当地的火箭候选人助选 那时候我们2013年喊什么还记得吗 五零五 现在不要换啊 我们那时候2013年喊到很爽 那时候也很激昂 也很激动 结果我们换不成政府 如果小弟没有记错 那时候的明连 回教党 公正党 还有行动党 我们拿八十九席 二百二十二席我们换不成政府 到了2018年 我们五零九 人民辛苦以太久 五月九号换政府 结果 真的是不小心 给我们换到中央政府 幸好雪兰而没有换政府 那时候 所以 我们换了几次政府 到了去年全国大选 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在这里坐着的 都有投上那张票 就是希望 希望联盟 可以再次自政中央 可以再次的做政府 是的 希望联盟现在是 政府的一部分 虽然这个是一个团结政府 这个不是一个完美的联盟 可是 至少我们是在政府里面 我们的部长不再是那种奇奇怪怪的人 不再是那种讲话 你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或者消失到不见人影的 我们现在有陆兆福 我们现在有尼可敏 我们现在有杨巧双 哈纳佑 我们现在也有西法姑妈 这是行动党摆出来的阵容 大家想想看 如果2023年 8月12号 阿姨 我说我的厨 没有东西吃 我去吃东西 吃到没有东西 我去买了酒 去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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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投票 小妹妹 今年19岁 跟朋友讲 很久没有出去玩了 走咯 我们去槟城玩 三天两夜 Uncle讲 投票很麻烦 要排队排很久 你想想看 你们全部不出来投票 最后这个雪兰儿政府 Dotter Kwa 隔壁选区的上面下面 左边右边 你觉得 西蒙系候选的会赢吗 会赢吗 如果大家不投票 你们觉得会赢吗 小弟来到这里之前 很多人跟小弟讲 这点后面来啦 鸳鸭 鸭鸭 行动党 不输过 就没什么都来这边 我问你们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Uncle Auntie 天哪路的 天哪里 天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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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才 数学很好 科学很好 马来文很厉害 英文更是 绑绑生 可是他考试不去考试哦 他SPM拿几个A 如果一个很厉害读书的人 不去考试 10科SPM他去5科 他去都拿几个A 5个A罢了是吗 啊 所以现在就是这样子的情况咯 个个都讲 邓张青留下来的人都得发包牙耶 不用去投票耶 讲座会没来听耶 没输耶 哈到时候 雪兰儿好像安华讲的边际兰丹的时候 你们就爱好 啊 所以大家可以答应来自霹雳州的小弟吗 8月12号可以去投票吗 投票投谁 投国门啊 大家记得 投票是要投这个 独特跨哈拉班的候选人好不好 好 我们今天在这里 小弟要跟大家传达几个讯息 小弟是来自霹雳州安顺 以前走旧路来到这里是很难的 两个小时半三个小时 现在有WCE有拉大海位比较靠近一点 小弟要跟大家讲的是 这次周选有几个讯息 大家必须很清楚知道的 第一 小弟很认同刚才我们的同志所说的 这次周选 其实我们是要把邓章青的精神 再次送入雪州州议会 什么是邓章青的精神 邓章青第一次做州议员 大家懂是第几年吗 很多人不懂了 很多人讲1999年他做了巴胜的州议员 所以说他现在24年了 其实不是哦 其实他做邓章青 他1995年 他就做了Bukika姓州议员 然后1999年他打巴胜 然后就连任到现在 所以我们讲的邓章青精神到底是什么 邓章青精神是什么 怪懒啊 拍戏 公娃 今后了 其实邓章青精神呢 就是当人民有问题的时候 邓章青永远都是第一个站在最前线 捍卫人民的权益 捍卫人民的心声 这个就是邓章青的精神 当人民面对任何问题 或者当政府有贪污腐败的时候 邓章青也是第一个站出来 然后当做了政府的时候 当我们政府需要改革 当雪州州议会需要有更好的议长 来进行州议会改革 当我们的行政议会需要更多的外资 当我们的行政议会需要更多的人才的时候 邓章青也是那个做改革的人 所以这个叫邓章青精神 你知道外面的人多么羡慕你们巴胜的人吗 因为你们从1999年到现在 有一个邓章青 然后还有他整个团队延续下去 多么多人羡慕你们 如果你们不出来投票啊 真的是对不起列祖列宗啊 所以大家再说一次会不会去投票 我们要投票 我们要投票 我们是要送邓章青整个团队进去 什么叫做邓章青整个团队 不是Dr. Qua一个人 今天如果Tamen A Tamen B Tamen C一起淹水 Dr. Qua只有两只脚两只手不了 他不可能在同一个晚上去搞顶所有的地方的 我们讲要送邓章青整个团队进去就是 让我们雪州西蒙团结政府可以做政府 做了政府我们可以委任整个四员的团队 委任了整个四员的团队 他们有四员助理 有了四员助理 我们也有个别的村长 有了村长 我们有整个服务团队 有了整个服务团队 我们的火箭才能越飞越高吗 对不对 所以如果我们不选Dr. Qua进去先 就跟他讲 你学校都会高营生吗 如果高营的话就学校 所以把Dr. Qua送去州议会 而且把他送去州议会 不是说给他赢51%就好了 如果上一届邓章青的票是75% 然后他进入州议会 你们这次也要确保 我们要确保 我们要确保Dr. Qua是以很有信心 convincing majority 进去州议会好不好 好 我们把Dr. Qua送进去过后 当然的 学州政府 我们就是团结政府了 我们西蒙就是一部分了 我们就能做我们想要做的改革 小弟在报纸时常看到这里的民政党候选人 陈什么 陈建达 他整天 我之前在大都会 新州日报大都会 我每天看报纸的 我看大北马大霹雳大都会 新州日报 我真的没有看过他对于巴生的事情 发表任何言论 可是这几天 他最近很爱邓章青 也有爱Dr. Qua一点点 没有这样爱Dr. Qua 他的爱人应该是邓章青 每一天上报纸都讲邓章青 每一天去到这里就讲邓章青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邓章青是他的杀父仇人 幸好现在是Dr. Qua打陈建达 其实陈建达的政党民政党 大家懂是怎么样来的吗 民政党早期是一个OK的政党 还没有自政槟城的时候 那时候林昌佑的前辈 他们几个老前辈在那边支撑着 在还没有拿到槟城政权的时候 是可以跟行动党分庭抗礼的 就是说在有事情的时候 通常民政党行动党 那时候的设政劳工党都会站在一起的 可是后期转到像什么样 我也不会讲了 我们现在看看民政党的主席是谁 你们知道吗 民政党的主席叫老牙宅 他是老牙宅 我跟你们讲讲他几个趣事 去世是好笑的事哈 不是死掉啊 不然等下他明天就在告我了 我们的刘华财老牙宅 他最近做了什么事 提名之前 当他被派去 白亚勒巴斯冰城的中选区 你们知道回教党怎么招待他吗 请他喝点打飞 还是请他吃贵 不是哦 回教党多么的欢迎他 热烈欢迎那种 举步条 然后 这个才是第一个开始罢了 他刚刚才懂他要上阵罢了啊 回教党 他的盟友啊 就是他现在抱在一起哈迪阿旺那个 就跟他讲 现在我们不欢迎你来白亚勒巴斯 这个是第一个发生的事情 这是民政党主席老牙宅 老牙宅 所发生的事情 第二个是什么事情 刘华财 他提名的时候 他发生什么事 我们的国门总秘书 也是前内政部长哈扎 来帮他助选吗 我记得有一个媒体 好像是网络媒体热点访问他 请问回教党的支持者在哪里 那个哈扎讲 又又又有人有人 他看左在看右 其实有人的只是现在看不到人 他们以为现在已经是7月15了 有人可是看不到人 所以你们可以看看到吗 民政党全国主席 提名的时候 都可以面对回教党这样子的杯格 不用紧 我们这个老牙宅 他非常的厚脸皮 他提名了过后他去竞选咯 他说他在马来社区很受欢迎 反应很不错 你知道他怎样 怎样判断他反应很不错吗 人家叫他一身Doctor 他就说他反应很不错 他就说人家认识他了 今天我叫Doctor 一身Doctor 也是很厉害了咯 他的逻辑就是这样子 他说人家叫他 他就是很不错 人家叫他 他就是很好了 还不用紧 大家懂这里安邦的全国会员 Zurida吗 懂吗 那个跳来跳去的 从公正党跳去土团党的 今天Zurida跟刘华才做什么 今天Zurida帮刘华才败票啊 他说他的形象比较中庸 可以帮刘华才拿一些票啊 哎呦 民政党全国主席刘华才 竟然要靠一个政治清花 Zurida来拿选票 所以小弟在这里 要问所有国门民政党的候选人 请问民政党的立场 是不是要接受政治清花 如果是的话 请你们可以马上退选 如果不是的话 为什么你找Zurida来帮你们败票 所以说不要再骗人了 民政党根本就是一个毫无原则 可以接受政治清花的人 这个已经是事实摆在眼前了 然后今天刘华才又发生什么事 昨天晚上 他去回Katan National 国盟的讲座会 Hadi Awang Idris 全部一线领袖在那边回教党的人 这套几百 啊 啊 啊 垃圾桶这样子 啊 全部坐在那边的时候 结果 刘华才在下面 回教党的 槟城秘书跟他讲什么 Kamu Bi 什么意思 你们走开 他不要给民政党的人上去啊 啊 你们看到吗 回教党 槟城的秘书 可以叫槟城国盟主席刘华才 不给他上去演讲台 你们想想看 如果巴胜 游民政党的候选人 赢掉了 是怎样的一个情况 啊 啊 有民政党 又有土团党 又有回教党 如果 你们不出来投票的话 就是老亚宅民政党这种人赢掉 啊 或者是那个陈建达赢掉 啊 他赢掉的话呢 对我们雪州 深美兰 槟城 肯定是一个大大的伤害 所以 小弟在这里要恳请大家 志工们 确保8月12号 把全部人丢出来投票 好吗 啊 这个是你们答应我的啊 啊 不然的话下次我就不冲安顺来这里了咯 啊 然后第三点 我们讲到 刚才讲到民政党 然后现在小弟要讲讲看 Dokta Kwa Dokta Kwa 是一个全市员 什么是市员 市员基本上就是路邦赛邦北出的官业呆机 啊 就是什么都全包 啊 水沟塞 他的事 野草没有割 他的事 马路没有铺 他的事 你半段拿不到 他的事 你不会填封也是他的事 你电没有电 DNB不能打154541也是他的事 这个就是市员 啊 Dokta Kwa呢 他现在竞选为州议员 可是他做过两年半的市议员 所以 什么名声问题 其难杂症 他都遇过了 为什么 我们需要选一个有市员背景的人 进去州议会会比较好 因为 一个市议员 他懂得怎么样区分 市议员跟州议员 还有国会议员的分别 当他遇到问题的时候 他不会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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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吸掉了 阴阻了 我把人给护肠州议会 我会挂队来了 不会 他知道如果烟水的话 可以叫市议员 当区的那个 如果你的当个那些人去搞点 啊 可以找YDP去解决 啊 他就不用匹育分明 他能继续在州议会为大家发声 啊 如果他没有做过市议员 啊 好像对面那个候选人 啊 什么都不会 去到水公那边 指指点点 出了报纸 就以为自己 是邓张青2.0 这个人真的是精神有问题 脑袋有问题 啊 那个姓陈的 所以我们就更加要选 好像Dr. Qua这种做过市议员的人 进入整个体制 进入州政府 团队 让他可以更有效的为民奉献 所以 大家可以答应小弟吗 在8月12号 投Dr. Qua投希望你们的票好不好 好 你们答应啊 第三点 我们讲了Dr. Qua 讲了市议员 其实小弟是很羡慕雪兰儿的 小弟来自的霹雳州 虽然安顺很靠近斯兰沃 一个小时就到萨巴本南 每次 看到你们换政 看到你们继续做政府 不是看到你们换政府 2008年 明年第一次在霹雳州政府 我们做了十一个月 我们做了十一个月 十一个月 风吹一下我们就倒了 第二次做政府 霹雳州 做了22个月 2018年做到2020年 也是风吹了一下子 吃了一个dinner就倒了 到了今年 你们还是雪州 还是要是西蒙做政府 所以 你们会觉得 哎呦 阿曼做政府都想的啦 哎呦 如果把人做机会完 你也是在做东西 你也是为我人出生 东西不是这样子讲的哦 我们霹雳州 因为政治不稳定 因为没有由明连 转去西蒙 没有由西蒙继续执政 所以我们面对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我们完全 就是没有那个协调性 也没有那个稳定性 当公务员对你建立一定信心的时候 当你派钱给神庙 当你派钱给华团 当你派钱给学校 派到ok的时候 突然间换政府换人做 换了一班没有用的人上去做 不跟手续 不跟law 然后乱乱做东西 让公务员对我们的信心 完全就是大跌折扣 霹雳州就是这样子的情况 我每次看到槟城 发展到很快 这个厂进来 那个厂进来 你们学来呢 这里 又堆这个好 又堆那个好 我们达到邓当军师上讲的 从北里到棺材都有保障 可是我们驾在霹雳州 我们是 望眉止渴啊 什么都夸掉 这个就是我们的情况 学州呢 其实有两个东西是很吸引小弟的 第一 所以 学州对神庙是非常的友善的 小弟记得大家都邓将军的文告说过 2009年到2022年 学州州政府总共派了6949万令吉 给学州所有的神庙 基督庙 信督庙 教会 教堂 天主教堂 这些等等还有西克庙 你们知道这个是多么大的数目吗 整个半岛你们认第二 没有人敢认第一 第一年的拨款300万 然后做了几年变到600万 然后到今年加到800万 我看到那个 manifesto 学州的那个竞选宣言 如果赢了还加到1000万 这个就是为了确保 学州的神庙被公平对待 不分种族不分宗教 这个才是未明的政府 而不是像其他州的这样子 这个是第一个神庙罢了 而且小弟还看到文告讲 学州政府在做了14年 总共给了404段 被伊斯兰宗教保留地给神庙起神庙 给教会起教会 这些东西你们的数据 是其他州没有办法赢你们的 你们真的是身在福中要知福啊 知不知道啊 你们学州真的很幸福 第二点 除了神庙 学州对学校对多元流学校 也是非常的友善的 多元流学校是什么 华小 淡小 华中 独中 教会学校 国小等等 宗教学校 学州在过去十多年 总共拨了1亿5300万令吉 给我们的多元流学校 其中 独中就拿了 每年拿200万 巴胜世间独中 一年拿50万 我们霹雳州 2008年到现在 一年独中才拿20万 你们真的是 一年拿50万 世间独中 总共拿200万 哪里找这样子的政府 如果你们8月12号还不出来投票 你们就今天去唱了 所以小弟以霹雳州过来的人身份 跟你们讲 其实 你们是很好很幸福的 可是 幸福很好都好 你都要去投那一张票 你一天不投票的话 那个投票率低 好像我们刚才同志所讲的 我们什么地方都会变危险的 所以小弟刚才讲到这些东西 雪州的政绩啊 对我们华校 对我们神庙 小弟今天比较少动国盟跟回教党 我知道大家听绿朝 听清兵 听 静短裤静什么 听到很很闲聊的 应该是每天都有人讲 所以小弟今天没有讲那些 可是小弟要跟大家讲的一个最重要的 重点就是 在现在这个政治现实里面 国盟的民政党是给我们华人戴绿帽 国盟的回教党 根本就是那个害 祸害全民的政党 他们现在整天讲 行动党以前也是跟回教党合作 行动党以前也是跟土团党合作 行动党以前也是 你是跟你是讨厌巫统 小弟现在跟大家讲 我们一个一个讲 我们跟回教党合作的时候 我们2008年跟他走到2013后期 回教党2008年在国会 赢了23还是24个一席 当我们坚持要福利国 当我们坚持要多元 当我们坚持要给独中公平的对待 所以回教党在2013年 从23席变到21席 回教党跟行动党合作的时候 就是他这20年最堕落的时候 所以这就论证了 行动党并没有去壮大回教党 反而是回教党 因为跟行动党合作过后 行动党坚守原则 所以弄到回教党不见一席 这个是第一个事实 第二个关于跟土团党 人家讲是我们壮大土团党 让马哈迪的政党 可以重新站起来 土团党跟我们合作的时候 2018年他赢多少个议席 如果没有记错 20个都不到 包括老马 当他在2018年 连20个议席都不到的时候 然后 当我们跟他因为他政治清化的背叛选民 我们不要跟他合作的时候 他跟谁合作 土团党就跟民政党合作 他就跟回教党合作 他从10多个议席 变到现在他国会有接近30个国会议席 请问是行动党壮大土团党 还是民政党壮大土团党 东西是很明了的 然后现在这个阶段 我们跟巫统合作 可是我们的秘书长陆兆福 特大可以给独中拨款 我们仍然可以给多优优学校 一样的公平对待 半斤贴华小 我相信雪州的华小 已经拿到七七八八了 华中也是 教会学校也是 所以证明 然后现在巫统 是他最弱的时候 他的议席也是20多个 10多个 所以行动党跟巫统合作 并不代表说行动党就会退让我们的原则 就会出卖我们坚守的立场 从来都没有 反而是我们让他们必须退让一些多元的原则 因为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的国家 是一个多元种族的社会 是一个多元宗教的结构 老马一大堆人不喜欢都好 那个是他的事 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的社会 有马来人 有华人 有印度人 有一般人 有卡达山人 多元种族 这个就是马来西亚 所以雪州 你们的口号是多元雪州 昌明大马 如果今天你们这一票 你们守护不到多元雪州 那我们马来西亚就岌岌可危了 如果连雪州54%马来人 跟46%非马来人的州属 我们都落入国盟 那我们应该是西挑挑了啦 啊 小弟讲到这里 小弟要为大家奉献一首歌 啊 所以要听大家的掌声 大家的掌声大声的话 小弟才可以唱 因为小弟唱歌很难听 每次唱都会下雨 给我水 我喝一下水先 看有 OK 大家听过哇呀哇呀哇这首歌吗 有 谁听过的 可以给一声听过吗 听过 哇呀哇呀哇 怎样唱的 在小小的花园里啊 哇呀哇呀哇 是吗 你们知道有一个马来西亚版本吗 我唱了啊 我的歌声难听啊 大家忍一忍啊 准备好咯 回教党来咯 在小小的季篮丹里 哇呀哇呀哇 挖走你的短裤 再挖走你的酒 这个是季篮丹的 还要听下去吗 还要吗 还要 在隔壁的灯家楼里 看戏分开做 Uncle要剪头发 拆不不可以咯 还要吗 还要 在上面的季打舟里 Blackpink不能来 你要看演唱会 撒努西不给 在大大的东海岸里 哇呀哇呀哇 挖到包头回教党 多多不能刮 这个就是国门回教党政府 如果你们不去投票 短裤就不见调 如果你们投国门一票 演唱会就没了 小弟说到这里为止 希望大家继续给我们 希望你们候选人 大力的支持好不好 好 谢谢大家